交到黑球右侧的这颗独立的红球 先把这颗球打掉 这样黑球的这个左下右下角底带啊 右下角底带应该没问题了 先清通路还是一个标准职业思路 很酷 继续回首交左下底带的黑球 调整一下啊 很严谨啊 过去看一下啊 想轻轻看一下 黑球上方两颗连在一起的红球 利用那两颗球停一下木球 K的要非常细致 轻轻开了一下 稍稍的低了一点啊 最好是K两颗红球之间衔接的部分 因为干法低了一下 K到了靠右边那颗红球 这样形成了这个红球角度非常大 应该说 这个角度梁文博没有K舒服 应该是现在稍稍有点紧 稍有点紧 注意力全在这个金球上了 后手的感觉不够松弛 应该说这种角度 对于梁文博来说 不应该K不舒服 力量又轻了 要打篮球需要发力了 要发力 我说的力度 有些大 只能去选择中带了 大太多了 应该说梁文博稍稍有一点点的紧 那么这个手感的紧度呢 应该说不是特别妨碍进球 但是在细微的较位上会有变化 希望梁文博还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 还要尽量保持松弛 中带 运气不错 36 篮球底带 左上角的底带 42比23 我们现在有19分 看看这杆转动 底杆 好球 连波左手啊 所以篮球 击打篮球是不用发很大的力 如果是右手选手 打篮球可能会稍微发一点点力 不会让自己用架杆 但是梁文博左手 相对来说不用发那么大力 只要我手架舒服就可以了 这一点点力会差得很多 这就是左右手交位的习惯 好球 角到黑球 48比23 领先了25分 应该说这个局势对梁文博非常有力啊 整个球形 梁文博超分 应该不是很难 关键是稳扎稳打 不要出低级数 有无谓的失误太害人了 对 还有三颗红球 高杆轻轻推 推的稍微小了一点啊 松弛 梁文博一定要松弛 还是有点紧 杆球推轻了啊 还在算分 56比23 领先了33分 打进黑球 40分 必须打进一颗红球 所以这颗红球 必须交位很重要 中带 40分 打下就超分 高杆推上去 很关键 好球 超分 篮球 比干轻轻一点 就可以交到右下角的底带 他要发一点点力 给了一个中高杆的右侧旋转 交到右下底带 一个红球 双方 继续平局 携手前进 真是要把 悬念留到最后啊 交到黑球 4比4 变成了 5G3 5G3 像小组赛一样 黑球 高杆弹一裤 好球 71 超分的在连环博 还是松弛下来 76 我们看马奎尔 这段时间就只能是坐在场边了 对 我这个也愿不得别人 只能说自己今天这个状态实在是不好 虽然也在想办法 再改变 再控制比赛 再控制梁文博 但是到现在应该说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局比赛没有成功 好球 91 98 在连环博 单干98分 拿下了第8局比赛 这样梁文博将总比分又顽强地搬成了4比4平 双方依然是在齐头并进 作詞 进入 进入 20 谢谢观看